哈囉大家好,我是桑卡,歡迎來到隊伍頻道,今天晚上為大家分析 無屬黑金強力隊長 那這部影片即將我會為大家分析他們的優缺點 以及我對他們的看法 好啦,那我們過年出了一張崩壞的秦始皇 正式宣布我們黑金總共出了五種屬性的隊長 那分別是大家畫面中看到這五個 那分別依照時間來看就是左邊到右邊 欸其實就是剛好水火木光暗,這樣子輪流順序出 所以你問我下一張黑金會是什麼屬性的呢? 我會推測是水屬性的,因為我們特哥已經快不行了 所以如果說要救的話,應該也是從水屬性開始再救一波 好,那我們先從秦始皇開始為大家做分析 好,首先跟大家講一個官方提供的小情報 我們在電玩展的時候有那個廠商去採訪官方 他說秦始皇未來一年應該是不會再有取代他強度的卡片 換句話說即使有合作卡片也不會是超過秦始皇的強度 所以秦始皇的強度已經被官方證實了 那他的確在大家實戰過後,包括我自己也對他有非常非常高的評價 那本身秦始皇,欸我覺得黑金他出來都會有一個拯救世界的特質 他可以是拯救種族,拯救那個屬性 或者是一個新的玩法 那我們秦始皇呢算是拯救暗隊加上新的玩法 新的玩法,新的玩法來自於他摒棄掉過去暗隊的傳統配置 因為我們之前想到暗就想到神 暗神非常多的經典組合,像是雙子啦 或者是我們待會要為大家介紹的狗頭那張黑金 所以其實暗神在過去來講算是暗隊的傳統 但是呢一到秦始皇出來就改變了天下 他主要是以魔族的玩法 所以現在如果說你要玩暗隊的一線強度隊長的話 你勢必得要去練那些 你之前沒有玩過的暗魔族的卡片 這算是神魔之塔,再翻新一些卡片 把一些其他大家以為是廢卡的卡片再重新找回來的一個策略 好,那我們秦始皇呢 我玩起來的感覺就只有崩壞兩個字 相信大家在看直播也是有這種感覺 那我們這張卡片就不多做介紹了 畢竟是蠻新的卡片大家都可以找到攻略 我們會著重在比較 其他一些比較冷門的黑金 像是山藏,欸山藏也沒有冷門啦 就是也是新出的 那我覺得山藏他非常可惜 那我必須講句公道話 就是山藏如果說你有達成他極限的條件的話 其實他平坎的威力 會是比秦始皇還要來的高的 如果說你有 明天應該還是後天會出一部影片是 其實唐山藏常駐四個種族珠的影片 在那部影片就會為大家介紹到 那隊的平坎 甚至突破十億平坎都沒有問題 最高有達到三十億的平坎過 所以其實唐山藏的平坎是絕對可以起來的 但他唯一最可惜的就是 他隊伍技能跟他隊長技能 沒有自殘種族珠 這是他最大的致命傷 因為他額外的增傷 應該說他突破他極限的增傷 主要來自於他的 種族珠的轉出來這樣子 所以如果說你沒有種族珠 唐山藏就完全不給力 所以唐山藏我覺得可惜一點 就可惜在這邊 所以他非常非常靠隊員的選擇 再來是唐山藏如果說你要血量高的話 你勢必得綁合體 尤其是日月狼合體 這也是大大的限制他隊伍的主隊方向 所以我會說唐山藏雖然說 目前是一線的光隊隊長 但是他非常可惜的是 他太綁手綁腳了 希望未來官方再考慮出一些光隊隊員的話 可以想到唐山藏 那讓他的威力提升或是血量提升 那他就不至於再這麼綁手綁腳的 對所以唐山藏其實我會蠻看好他之後的發展的 好啦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為大家介紹到水火木 我們就依序來介紹好了 其實特哥算是第一代的 算是比較強烈的黑金隊長 那他拯救起來水隊 在那時候是非常讓大家驚豔的 因為水屬性是一個被官方遺忘非常久的一個屬性 好啦那水屬性出了特哥之後 他不僅拯救了水隊 他還拯救了水屋 但現在來看他的平坎是不太夠的 而且他隊長的限制太大了 他是只能帶水屬性的角色卡 但是現在其實黑金要有一個條件是 他不要綁定 就是綁太多限制 這樣才是一張好的黑金 像是從秦始皇 甚至是龐貝 然後還有梅姐 那這三張其實都不太會需要綁隊員 你可以任意借其他的屬性 其他的種族 去做組合搭配都沒問題 所以相較來講特哥真的是非常非常弱勢 再來是黑金他有必備條件 一個是轉出時間增加 第二個是高血量 對所以那這個特哥他沒有高血量 那他有轉出時間增加 但是蠻少的 我記得是增加2秒對吧 對增加2秒而已 所以現在我覺得 從秦始皇之後的黑金標準 可能要嚴格一點了 那可能要到9秒 才算是比較強的黑金 那在特哥他有一個非常限制的條件 是他要消 手偶數的combo才會有增傷 那如果說沒有消到偶數的話 你要消6抗傷才有增傷 那現在關卡很多什麼限制7抗以上啦 或者是 手消3卡這種 這種敵人 那特哥就完全過不去了 應該說傷害會比較低啦 就是慢慢磨過去 再來是特哥他本身是靠減傷 來撐起他的虛擬血量 在目前來講太多無視減傷的敵人了 所以特哥這方面也是非常吃虧 那我們反觀到現在最強的秦始皇 他不只血量多 他血量2萬多是還好 不過他有神秘的搭配 可以讓他到3、4萬都是沒有問題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 秦始皇甚至還有自帶減傷 沒有任何條件就直接減傷給你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特哥真的是 真的相較來講弱很多啦 但畢竟也是第一代的黑金隊長 所以我覺得他的未來 未來可以還有強化空間 那我們是從唐山上開始就確立了一件事情 黑金他是可以淺解的 而且這也是官方未來努力的目標 所以如果說下一個要強化的黑金的話 我想就是特哥再把他做淺解的部分 就可以希望他可以重返榮耀 好那再來第二個要跟大家介紹就是龐貝 龐貝他背負的 宿命是他要拯救起機械竹 那在當時的確被大家罵到臭頭的機械竹 沒想到出了龐貝之後 大家反而把機械竹捧上天 所以龐貝我覺得他是 非常具有時代意義的一張對長卡片 那他本身的缺點是 雖然說他總傷看起來非常高 可以打破億的傷害 但他那個都是靠追打出來的傷害 所以龐貝在遇到一些高防禦力的敵人 那可能就顯得比較不給力了 再來是遇到一些克屬的敵人 龐貝也是那在傷害方面反而 比較不是太大的亮點 那龐貝我覺得他還有另外一個缺點就是 他的連擊次數太多 導致要速刷關卡都沒有辦法 那現在有黑金青史王 其實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 他可以非常速刷關卡 那這點龐貝就沒有辦法辦到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的可惜的 那龐貝呢我覺得他再可惜的一點就是 官方好像從龐貝之後 就沒有很積極的去推機械竹這一塊 那機械竹也是沉積了非常非常久 我覺得這一點是非常可惜的 因為他身為第六個最後一個出來的種族 那我覺得玩法跟隊伍概念都非常非常的有特色 如果未來官方能夠在機械竹方面多著墨的話 我覺得會是更精彩的一個改版 那剛好呢我 我再看了一下這一次的新情報 就有關於蘇格拉底那個新情報 那什麼科學概論還是什麼的 反正就在二月中旬會推出的一個 新的系列角色卡 其中呢有釋出幾個人類角色的卡牌 那我不知道從哪邊看到的消息 好像這個卡池裡面 會是以人類跟機械竹為主的卡池 那到時候就更期待 那到底有什麼樣子的隊員可以跟龐貝再去做搭配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二月中旬的改版 好那我們來到了第三個黑金拉 梅姐 那梅姐的確也是拯救木隊的一線強度隊長 那到如今現在為止 仍然是木隊的一線強度的隊長 其實我覺得有點可惜拉 木隊除了梅姐之外 沒有第二個很接近梅姐的那個強度的隊長 這是我覺得非常可惜的 所以如果說你現在玩木隊的話 第一首選當然就是梅姐拉 那梅姐他本身的優勢來自於他自身的 有點像是自身界王拳的那種感覺 他可以打出光暗以及木屬的界王 那這個就讓我們整隊的傷害集中在梅姐身上 所以如果說你用梅姐拉雙隊長的話 最怕遇到的就是隊長的技能封鎖 或是技能攻擊無效化 這是梅姐最怕最怕的 但其實這個點你要解決的話 你就隊員多帶幾個梅姐也是可以解決的 那梅姐其實那時候感覺他平坎非常非常高 我們看一下 而且一入場就可以開梅姐 那平坎破1都是沒有問題的 但如今出了一個秦始皇 平坎破1 OK 時間 我們秦始皇不開任何的場所增傷就可以平坎破1 那梅姐就相較遜色了 再來是梅姐他其實非常非常講求天獎 有時候運氣不好甚至不會有天獎 讓你能夠達成這個combo數的傷害加成 所以我覺得這次梅姐玩起來最讓人家不爽的地方 想說我們為什麼會一直拿所有黑金跟秦始皇比呢 因為秦始皇就是現在的最高標準 我們當然要跟他比看看那個標準差值在哪裡 那其實秦始皇他就有天降直接15顆給你 這種比較確保天降的做法 我覺得他我覺得玩起來比較爽 對像是梅姐這種還是靠天降我是覺得現在來看啦 就是沒有那麼實用了 好啦那接下來來到三藏 欸三藏講完了 所以這樣五鼠的黑金大概都介紹一輪了 那我覺得現在還保有強度的就是 呃梅姐 就是傷害而言 梅姐跟新出的兩個光暗黑金 像是龐貝我覺得也有點不夠那個傷害 有點可惜 然後呃特哥則是不用講就是最弱的傷害 所以呃希望之後就是照順序再強化一輪吧 所以霍幕光暗這樣子 好啦那接下來要談到更多的黑金啦 那我們分別還有五個屬性的黑金 但是這些黑金呢都比較適合當隊員的部分 像是我們最近剛出的水跟火的炎西 我覺得這兩個很可惜啊也沒有救起來 那我覺得也難免 因為我們呃已經有龐貝拉跟特哥擋在前面 那這兩個如果再做強的話 那之後要再前解黑金的話那勢必得做得更強 這我想也是官方不樂見的一件事情 所以這個水火炎西我覺得大家看看就好了 也不一定要抽他們現在也沒有什麼獨特性 到真的要必抽他們 頂多就是一個讓你多一種選擇的隊長這樣子 好啦那必須說啦 就是現在火的跟水的隊長 除了特哥跟龐貝之外 唯一比較能用的就是炎西系列了 對所以期待官方可以再多多幫忙這個水木這兩個屬性 那倒是木屬性現在有美姐在撐其實也還好 算是還是可以玩了一個屬性 但是過年的鐵扇完全沒有什麼變動 這是讓大家最不爽的一件事情 但是就是這樣吧 反正官方到現在應該感覺也沒有要改了啦 那鐵扇就這樣子吧 那當然估計那我們就只能期盼官方在未來出一個適合鐵扇的隊長 那我們鐵扇可以重返榮耀 不然他現在真的是 他只能做木希臘的專武 然後木希臘又沒人在玩 那就等於是沒有人用的專武 所以就是很可惜的一張鐵扇 再來是光跟暗島 欸其實光的有出了另外一個隊長也就是瑪雅 但是從一開始出的時候就負評滿滿 到現在依然是沒有什麼人在用的一張卡片 那他本身我覺得官方之後 如果要做一個新的黑金 或者是把舊的黑金加強 千萬不要再重蹈覆測 就不要用那種會隨機天降的這種 隊長技能或主動技能來加強他 像是瑪雅就是一個著名例子 他就是很靠天降啊 如果你沒有天降的話 就會跟瑪雅的臉一樣黑 對所以這張卡片我覺得真的是母湯的一張卡片 雖然說他整個玩起來 有天降跟美天降就差很多啊 就有天降你就覺得他欸好棒棒 美天降就是嗯?問號黑人問號 但是他跟三藏不一樣的點是 他是可以搭路西法的 也就是走舊的那個光屬性的路線 也就是搭路西法那種傳統組法 那三藏則是一種新的種族 種族豬的新組法 所以我覺得兩個是各撐起一片天 但現在瑪雅撐不起一片天 因為他平坦太弱了 就期待他之後可以再加強回歸 好那再來是暗屬性啊 阿諾比斯我覺得是最可惜的 他當隊長本身就不行 他一出就不是當隊長的料 所以他本身就當隊員 他當隊員的時候很明顯就是 他要跟雙子去做搭配 還可以讓暗神族有非常強力的增傷 但是目前我們出了秦始皇 就是一個摒棄掉暗神族的一個路線 那相較而言我們阿諾比斯 原本就當隊員 然後現在他又在失業了 所以他真的是沒什麼工作可以做 所以我覺得阿諾比斯算是一張 很可惜和可惜的一張黑金卡片 他現在來看他甚至不到一趴 他甚至大概就是合作或是 普通卡池的一趴大獎那種感覺 他真的不到黑金的程度 那這張卡片呢我想 未來一年也很難看到他在強化了 因為即使強化的話也搭不上 也配不上那個 青史皇 因為他本身不是模組 這是我覺得他最可惜的地方 所以如果說你有抽到阿諾比斯的話 建議先不要把資源投在他身上 因為他出場機率 真的算是 所有黑金中最低最低的 好啦 那以上就是關於所有黑金的我的看法 如果大家跟我的看法不一樣的話 也都歡迎在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討論喔 那最後呢 就祝大家新年快樂 黑金抽好抽滿 那如果大家想看到更多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了按下按鈴鐺 也歡迎按下按鈴鐺 下次有新的影片的話 就會第一次投資你 那我是阿諾,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